整天都說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 巧克力不怕舊 最重要是有人受 環保巧克力的東西到處都有 話說今早上分享一宗 我的一位朋友 很多年前大家都曾經有共識過 就是阿蛋 不是蛋哥,不是鄭丹瑞先生 是另一位阿蛋 鄧依玲,阿蛋 今早有個報道關於她 我在社群網站上 其實昨天也有看到 好像是前天的時候也有看到 說什麼呢 就是她分享了自己一個 最近遇到電話詐騙的經歷 是 經常說這些計劃真的是環保計劃 來來去去都是這些 所以其實 現在有什麼招數 騙人的計劃來說 其實如果算環保來說 真的很環保 好,接著她說什麼呢 她說最近市道比較差 多了人偷騙拐騙 最近遇上一宗事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短短的十分鐘 跟大家當溫固之身 這真的叫環保催 再一次又要說了 讓大家引以為監 好了 那做什麼呢 她最近收到一個 cold call 即是一個生客 打電話去她的一間按摩店 那裏就說要找負責人 就說想做一個包場的活動 還要連續包兩天 你想想現在市道低迷 呼開求天 突如其來有一個這樣的客人 對呀 跟你說包場兩天 大客 對呀 嚴鎮以待 對方就說想有32個人 一起上來她的按摩店 按摩 你想想有32個客人 你聽到你都會 眼睛都大了 好了 然後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一個的職員 即是按摩店的職員 收到這個電話之後 就說好啊 我們先看看場地 或者我們知道了一些實際的事 我們再WhatsApp回覆你 誰不知WhatsApp這個客人 就已經即刻回覆的時候 已經發現他沒有腹肌 然後就以為 即是怎樣玩電話 這樣隔了一會 這一個的所謂客人 也有再打電話回來 就說不好意思 我轉了個電話號碼 就叫負責人 就打給他另外一個電話 本身都沒事了 跟著之後 但是很快就有個新的電話 就跟他談 初頭一路談的所有事情 都很正路 即是說自己 他自稱自己是一間 護老院的負責人 是一個男士來的 他就說廣東話不是說得太正 本身都不以為耳 打算他可能真的為老人家 即是謀言福祉按摩 臨時接案的任言齊出來了 對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我真的為了什麼 黑膠叔 叉燒包叔 那些 接著就說 本身阿蛋都說 其實如果你是護老院 不如我叫一些技師 不如上門去老人院幫些公公婆婆 他們不用到處走來走去 但是誰不知對方就很堅持 原因是什麼 讓他們走出去走一下 曬下太陽 按下摩 聽又好像 又好的 好過那些公公婆婆 我經常躲在那裡 想要帶他出去出醒 這樣 開心一下 但是當中亦談了很多 關於細節 本身阿蛋和他們談的時候 都覺得頗正老 正常常 我們是哪間老人院 知如此類 有些公公婆婆 什麼什麼 一直聽都沒有 直到有個位 對方就說 你記得給我一些折扣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以後都會長搞長有 這樣 好了 作為一宗生意 今時今日 有人帶著一個這麼大的商機 然後就說會長做 那當然開心 老人院這件事又合理 對 你頂多擔心老人院 人數越來越少 但是當然不會 因為有人走 也會有人新人加入 好 然後很有趣的 就是中間有些古靈精怪 就純粹說 對方又說 叫他開煙霉市 給他 很急啊 之如此類 都覺得有些古怪 但又未去到很古怪 內膽就好像很正常 但動靜也好像很古怪 因為照計 譬如說 開煙霉市 很老實 當然可能他會說 你不開煙霉市 我批不到錢 批不到錢 可能是這樣 也未定 因為照計你想想 我想要你服務 我是找數 我當然如果需要 我當然先等下 遲下 兩個星期數也好 一個月數 最主要是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對 這樣 照計很少可 譬如我們出去工作 也是這樣 很少主辦方 很急地要我們開煙霉市 從來只是我們不斷開煙霉市 乖 你看帳戶 那些同事 可不可以快一點 從來是這樣 是吧 是吧 是 你應該都是滴滴滴 但又未至於 心想財神爺這麼好 叫我快點開煙霉市 那當然開心 好了 再聽兩聽 不對勁 真的出現了 他就說 約那個日期之前 就不停跟阿蛋說 對方說 你認不認識別人買電動輪椅 因為話說 明天有人來巡查 需要25部指定牌子 以及指定型號的電動輪椅 放在我們的老人院 用來衝刷牆子 你知道的 社署 什麼什麼 一勾抽的東西 說說說說 然後阿蛋都說 我試試幫你問 因為想著生意 回答生意 對 有時候你問開 refer一下 幫幫忙 都很正路 我這樣聽 我也不覺得阿蛋在那一刻 說很貪 我也覺得還沒去到 沒有這件事 好了 對方就說 有沒有阿蛋 找不到 然後就說 試試幫你找 怎料對方再一次聯絡阿蛋 我找到一間店 其實是賣電動輪椅 即是 我找你幫我找人 你找不到 之後 我告訴你 我找到 那我心想 你找到不就你找到 你厲害 我找到 我找到 但誰知道 對方就說 不是阿 那間店 老闆跟我們有些爭執 我說 不好意思 跟他買東西 他一定不肯買 不如這樣 你幫我去買 心想 這個有點怪 對阿蛋 心想三五識七 無端端你叫我幫你買東西 你說叫我幫你買一些 曲奇餅 來哄老人家 還有辦法談 而且又不是跟你那麼熟 你自己也有朋友 是呀 於是他都嘗試去打他問 看看有多少錢 還有有沒有現貨 之後就知如此類 就算了 好 來到這裏 就開始有一個抉擇位 然後對方就要求 我找到了 我給你一些聯絡 你聯絡這間店 就好 就去試試聯絡 看看多少錢 是否都沒有錢 掛割 問一下 不用錢 好 然後問一下之後 對方就說 他是一間深圳公司 還要很快 又回覆 還要對方 是用WhatsApp 來回覆 一般香港人的認知 首先大陸公司 和你未必那麼快 淘寶就可能會有那麼快 淘寶可能一個多小時 但是最重要 對方可以用到WhatsApp跟你聊天 有一點點起疑 當然他有他的方法 牆都回到 YouTube都回到 WhatsApp有多麼神奇 好 接著之後 最棒的是什麼 他說一部輪椅 那間公司 現在又去到一間新的公司 那個買輪椅的公司 就說那間輪椅 主動便宜 每一架便宜2000元 他說25架輪椅 每一張2000元 即是5萬 他說如果你在那一刻 想著我用了五萬元 幫你解決了問題 你遲一下 會帶32個老人家 來我那裡按摩 如果你是這樣想 你便會跌錢 但是幸好 阿彈就沒有 於是他就再打電話 去做什麼 去Fact Check 他就打去那間 自稱的老人院的真身 就打去問 你有沒有一個 這樣的人 他最近聯絡我 說有些 帶老人家去活動 問人家 人家說沒有 他就知道 是了 應該是了 然後那個騙徒 還未知他會跌穿 騙徒繼續打來 然後就說 我轉了錢給你 你幫我訂了一些輪椅 然後他看看帳戶 真的有二十多萬 放了他的袋 但是 是一張Check 即是說他未變成你自己的錢 是的 只是在你的帳戶顯示 有這個錢 好了 接著之後 深圳那邊就吹了 說喂 你是訂 就今天了 你都量了錢在身 你今天找了給我 先說我先 我趕快下關 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 不是用到 那你明天收了錢 就一樣 好了 你知道做生意 經常有時候 如果是 過往也有些人 真的是這樣的 就只是說信事 可能真的一天半天 大家會有 但是誰不知 即是如果你那一刻有貪念 你就中招了 那他見到那二十五萬 都未是入我袋 那當然先等 然後最好笑 那邊就說 然後再確定 真的 因為你想想幾十萬 然後變成幾萬元 那都殺 如果我還給他 就更加差也沒得剩 然後最後 就沒有再聯絡對方 甚至乎 又打電話 去銀行備案 因為你無端端 那個銀行多了一些錢 雖然別人入給你 但是 也要做完 那都是合適的 好了 那這個小小的故事分享 首先第一 就是阿蛋沒有錢損失 我覺得很厲害 對 第二的就是 我也覺得真的 裡面其實抽些骨髓 它是新型環保招 即是那些假裝過了錢 然後實際未過 對 很多這些我之前也有遇過 接著又說有單生意 但是要你先付少許錢 跟那些暑期公片案 是沒什麼分別的 即是小朋友你想做模特兒 可以拿五萬元來學化妝 和學拍照 一模一樣 他把兩個關卡 黏在一塊 他很認真佈局 這次特地又要描述阿蛋 然後又要了解他的公司做什麼 對 真的好看大家的江湖經驗的判斷 還有就是那一刻 因為真的很老實 你現在香港這樣的環境 突然間有單生意 沒有人想放過 是不是 沒有人想放過 但是狀態是 這些就真的 你懂做生意 別人比你更懂做生意 你那種是要放些本出來去盈利 他那些是無本生利 是 都要的 花兩個人跟你玩一下D兜 類似是這樣 但是我就說 這個小小的case 今次要分享 是真的 大家都要提防 大家都要提防 提子 提防便知 真的嗎 這樣 所以今天就分享了小小的故事 希望大家印以為鑑